发现最近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 油箱还有多少油的时候去加比较好 一次性加多少油比较好 还有就是什么时间段去加油比较好 今天呢借这个视频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先说明一点 这个视频时间比较长 推荐大家使用1.5倍速进行观看 还有就是观点可能跟大多数的视频文章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评论 我每次来说还剩多少油去加油的问题 有的人说加油的时候等油接近零的时候再去加 不然的话每次加的油质量不一 可能在油箱的底部会有沉淀 如果是油箱的油接近零了 首先就是你怎么确定这个接近零的状态 比较老的车都只有一个油表显示 如果是接近为零 就是油表的指针基本到底了 如果是你走了这一路加油站比较多还好 如果是加油站比较少 很有可能就会因为掌握不好顺域油量 导致车里没油就无法启动车辆 要知道现在去加油站打散油是很麻烦的 不是你随便拿一个桶去就会给你装的 如果是你的车有显示续航 这样还稍微好一点至少知道还能跑多远 但是也要留出足够的余量 万一你要去的加油站正好没油了 如果续航卡的太死 很有可能你就到不了下一个加油站了 再说这个汽油的沉淀问题 这个问题我感觉提的比较搞笑 首先你要明白 你的车在走的时候才会需要烧油 既然车是走的 油箱里面的油肯定也是来会晃动的 除非是汽油里面穿到非常重的基础颗粒 要不什么杂质也沉淀不下来 再来駁斥一下 不能等油太少了再去加油 要不会影响汽油不能散热 进行影响油泵的使用寿命 首先油泵为了能抽到油 都是安装在油箱的底部位置 没有说悬空到中间的 油泵这个部件在工作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燃油的配合来散热的 不过需要散热的部分 只是电机里面的转子 而油泵只要能正常泵油 就会有燃油不停的流经转子 带到热量 所以只要没有把油箱跑得一滴油不剩 只要是还能抽上油来 车还能跑 就不会对油泵里需要散热的电机转子 产生任何散热上的影响 所以说油箱里面的油少了 损坏油泵 这肯定也是不对的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加油比较好呢 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车 油表报警之后 至少还能跑五六十七八十公里 所以油表亮了之后 就可以准备去加油了 或者说可以跟我一样 每天的行程都是固定的二十公里 稍微多走点路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一定不要砍着续航去加油 就怕万一你去的加油站维护 缺油啥的 你预留的油 还需要你能坚持到下一个加油站 再说一下一次加多少的问题 这边不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个一百二百三百的实在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大部分的文章都说加一半就行 要不加太多了 天天拉着半箱油跑 增加了重量 也增加了油耗 现在普通的家庭轿车 油箱一般都是在五十升左右 我们就按五十升算 九十二号汽油 每升是七百二十五克 少加半箱油 就是二十五乘以零点七二五 等于十八点一五千克 三十六斤 大家觉得对一辆至少一吨的车来说 多这三十六斤会增加多少油耗 夏天很多人都会在车上 被一点包吹性水 差不多也要二三十斤吧 大家随便把车上经常不用的杂物拿下来 也不止三十六斤吧 所以如果是打算给车减重 少加半箱油真的不明显 而且就算你加半箱油 是不是就说明了 你去驾驾站的频率 肯定比加满一箱油的频率高 去驾游的时候难道不烧油吗 如果是顺路还好 如果是不顺路 就会额外烧掉不少的油 这些油肯定比你的车少加半箱油 减重 省下来的油多吧 再说一个令我比较意外的观点 油箱加满之后 汽油预热低级膨胀之后 很容易产生路由的风险 这个观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汽车油箱的视频 汽车的油箱 可不是大家想的是一个规则的盒子 而是根据汽车底盘的不同 形状也是各异的 而且高低也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 所以即便是你加油时 跳枪加满了 因为油箱的不规则形状 肯定也不会加的特别满 即便是有热量冷缩 也绝对不会到从加油口溢出的程度 还有凡是自己亲自加油楼的车主 你们都知道油箱还是有一个盖的 油箱的盖子拧的时候会看看的响 是非常的紧的 这不就是防止路由的吗 我真的不是特别的理解 怎么会有人相信加油如果加满 贝罗有着说法 而且还基本上每个文章都会说这一条 我感觉是不是都是互相抄的 我说一下我的操作吧 汽车油表灯亮了之后就准备去加油 我这个车在油表半顶之后 会显示续航80公里左右 我一般都是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的晚上去加油 毕竟我去的加油站比较远 而且白天也没有时间至于加油的多少 因为为了美生汽油节省两块钱 所以来回需要跑40公里肯定都是加满的 如果一次只加半项油来回这么远 多跑一趟就会多浪费40公里的油 这浪费的可都是钱呀 最后说一个加油时间点的问题 不知道是哪个专家最先提出的 加油的时候推荐是早上或者是晚上加 早上晚上气温低 汽油受冷收缩 花同样的钱可以加更多的油 这个观点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的合理 关键问题在于你没见过哪家的加油站 油罐是露天放置的 不都是在地下埋着的吗 地下的油罐基本上24小时都是横温的 你也根本占不了加油站的便宜 所以说在加油站的时候 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 主要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推荐的做法是 如果是在市区或者是复印的加油站比较多 最好是在油表半顶之后再去加 在不考虑钱的情况下 能加满就加满 这样就可以不用频繁的去加油站了 当然了 如果是要出远门 就算是油箱还有半项油 也是推荐加满了油再出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时间也比较长 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我说的这些观点 跟网上的大部分专家都不一样 但是我说的这些 至少是我自己的观点 没有人云亦云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共同交流一下